通訊事務管理局早前完成對亞洲電視管理層的調查 裁定主要投資者黃晶干預亞視管理 違反廣播條例罰款100萬 又要求亞視確保黃晶不再控制公司運作 另外通訊局也要求亞視在7天內終止執行董事 盛品餘的管理職務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認為通訊局的裁決是客觀的 如果亞視不照做 最嚴重的可以向行政會議要求吊銷免費電視牌照 我們相信亞視會根據通訊事務局的指示 進行有關的這些事項 如果是亞視沒有跟隨這個指示 去作有關的這些跟進 通訊事務管理局我相信會適當的 去處理這方面的事項 包括罰款 或者是暫時吊銷牌照 或者是向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 建議撤銷牌照 蘇錦良又說 暫時未收到對於裁決的上訴 但是重新如果亞視不服裁決提出上訴 政府會根據既定程序處理 他又說 亞視要在三個月內提交改善內部管理的建議書 並要每年提交報告 對於政府遲遲未就免費電視牌照的申請作出決定 蘇錦良只是重新 行政長官會和行政會議仍然在處理當中 一有消息就會公布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善堯報導